恭喜杜丰,恭喜周琪,中国男男两连胜,喜上加起,亚洲杯争冠再加码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众所周知,最近中国男男在亚洲杯的比赛是继续进行当中 那么在目前刚刚落下维屋的比赛 中国男男最终也是以大比分15分的优势战胜了中国台北队 笑到了最后也获得了目前亚洲杯的两连胜 那么这一次比赛结束之后对于我们整体的球员而言 当然是一个非常提气的一个消息 毕竟我们很清楚呢,在此前前面两场比赛 我们首先输给了我们的老对手啊 这个韩国队,那么后续面对于南球队啊 巴黎呢,我们又不能够打出好的成绩 差一点就被对方绝杀 所以说实在的,在这一次中国队伍当中呢 那么前面两场比赛打得太憋屈了 也面临着非常多外界的批评和质疑 所以在这场比赛终于是拿下了胜利啊 对于我们的球员而言啊 终于是能够稍微提升一下大家的自信和自信了 接下来呢,我们只要保持这样的状态 去面对后续的比赛 想必能够获得更好的成绩 当然从目前来看来 在中国队获得这场好成绩之后呢 其实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好消息 那么对于我们后续的真诚呢 也是重磅加码 对杜丰对于周琦这些阻力而言呢 也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所以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中国队获得胜利之后呢 我们再一次传来喜上加息的两件事情 首先第一个呢就要说一下 在这一次比赛结束之后呢 也将决出了我们这次去争夺八强名单的小组对手 也就是东道主印尼了 按照这一次亚洲杯的规则 我们很清楚呢 这次小组第二名呢 将会和另外一个小组的第三名进行决足 小组的第三名将会和另外一个小组的第二名呢 进行对战来决出最终的八强名单 所以对于中国队来说 那么这次因为我们大比分战胜的中国台北呢 所以最终我们是以小组第二呢 面对另外一个小组第三的对手印尼 他们也是东道主 所以接下来来 其实这样的一个对手 对于我们而言呢 当然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对手 大家很清楚啊 约旦和印尼的话 这两个球队的整体实力呢 是非常不一样 如果我们去对战约旦的话 那么可能呢困难会非常的多 但是这一次面对印尼这个东道主呢 他们本身实力是相当一般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只要不出意外呢 大比分战胜对手是没有太多的问题的 这样一来对我们后续进入八强 甚至再次去争夺冠军呢 当然就是一个重大的利好 而除了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之外呢 另外一个有一个好消息 我们还必须呢着重强调一下 也就是我们中国男的主力的状态呢 已经逐渐找回了 大家可以发现呢 在侵略了前面两场比赛的低迷之后呢 这场比赛 中国男人终于打得有点样子了 整体的进攻串联啊 包括各方面的一些 这个战术部署啊 安排贯彻啊 都做得非常的漂亮 让我们终于看到了中国男男过往身上的一些音质啊 一些非常好的表现 所以呢 其实这样的一个状态回归之后呢 对于我们中国男男全体而言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也就意味着我们后续的比赛呢 会越打越好 越打越精彩 因为我们很清楚啊 在经历前面两场的比赛之后呢 中国队整体的世系 跟状态已经逐渐打出来 我们整个团队也比过往来要更加团结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加持之下 我们的球员主力的整体的一个身体康复的又非常好 后续的比赛我们有理由期待了 我们真的能够再次燃起去争夺冠军的希望 所以接下来对于我们中国男男而言呢 在取得了两连胜之后 真的又收获了喜上加息的两件好事 后续也希望呢 我们中国队能够继续加油 取得更好的成绩 也希望我们各地的球迷呢 都能够化成一个团体 给予我们中国队更多的支持 希望他们这一次获得更加漂亮的成绩 好了 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